这一两年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,被称作房地产周期王的孙宏斌,又一次在公开场合语出惊人。 这一次,他喊出的也许是开发商们共同的心声,步入了2018年以来,逐渐归回平稳的房地产市场,让开发商开始意识到风险产透增加,去年还处于市民扩张周期的企业,以悄然转变经营风格。 在刚刚完结的重爆披露期,包括融创、恒大、地贵园等头部公司在内的许多家房地产企业,都透露出重制加速、安全生产的信号,越来越注意到控制发展节奏,并有一旦化在年初既定的销售目标。 更为严谨的是,销售难、回垮难、融资难等问题,让每家房企都感受到认真含义。 一家标杆房企的董事长在九月初的内部会议上,突然宣布暂停的各部门支出,重新核定预算,大有减少财支储量活动的倾向,将刚赶建成趋势本跑中的房地产企业,突然到了夹斩而止的时刻。 刚刚过去的中暴季,大部分发展较快,的房企都已改举战扩张战略,开始主动下调财务杠杆。 中国恒大董事局副主席,先总裁向海军,在2018中期业绩发布会上表示,公司注重适度增长,未来销售规模每年增长20%到30%,因土地资源日益稀缺,要发挥已有土地储备的效益,以实现可观的力分。 前几年公司负债很高,是因为通过最大的负债去储备土地资源,并通过布局二三线城市获得大量的低价、突出。 如今市场形势发生变化,这种模式存在高风险,因此,为适应市场形势变化,近年来恒大调整的一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突出比例,亦不再追求规模,而是注重有质量的增长。 小海军说,从恒大的中期业绩看,净负债率较去年末,进一步下降,至127.3%,降幅超三成,有些借款下降615亿。 从今年初,恒大就开始逐渐降低自己的负债水平,增加自己的安全系数。 小海军表示,目前恒大最强劲的资源便是土地。 公司要冲销售规模是容易的事情,支援5000亿来至8000亿并非难事。 但公司,目前的策略是关注力乱。 碧桂园同样关注安全生产。 碧桂园总裁兼执行董事末边,在中期业绩会上说,碧桂园内部有一些目标的分解。 相信在下半年我们把安全和质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,我们会向对放慢发展速度,腾出更多空间转好个项管控。 从中报看,截至2017年6月30日,碧桂园净借贷比率为59.0%,加全平均借贷成本为5.81%,同时,碧桂园有息负债2939.21亿含银行及其他借款、优先票据、公司债券和可转股债券。 其中一年以内短期债务及长期债务,当期部分仅为721.15亿,占比24.54%,其余75.46%为长期债务。 下一步我们希望持续均衡,公司下半年的整个投资会比较保守,也会严格的去控制。 希望我们有更加均衡的业绩表现,孙宏斌告诉记者,根据荣创中报,荣创总资产有限699亿,同比上年末的6231亿增长468亿,所有者权益635亿,较上年末的606亿,增加29亿。 经营规模提升的同时,有息负债持续下降,较上年末减少近百亿,融创方面表示,将杠杆是公司的战略选择,随着全国布局的初步完成,未来将减少资本性支出,减少融资额度。 另外,逐年增加的利润也将增好股东权益,除了一线房企外,很多二线房企同样选择,降低自己的杠杆比率。 在香港的业界会上,荣幸中国董事局主席欧宗宏说,荣幸不会刻意追求增长速度,我们关心的是公司高质量增长,从拿地端也可以看出荣幸的调整。 今年上半年,荣幸的拿地步调也慢了下来,上半年获取14宗地块,平均成本约5383元每平方米。 欧宗宏表示,上半年的土地价格比较高,公司拿地比较谨慎,估计下半年会比上半年的投资机会多。 荣幸中国首席台务官恒飞燕表示,未来荣幸会通过控总债,放缓投资等方式,来继续降低竞互债率。 总债预计在今年会下降,全年保守预计下降50亿元的金额。 根据中保,荣幸净债务为463.09亿元,将2017年末,下降95.37%,净负债率为140%,将2017年末,下降19个百分点。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认为,2018年严监管态势演示,开发商融资渠道将持续收紧,融资成本或继续提高,开发商应积极将负债区杠杆,特别是小型房企将面临巨大考验。 业务收索虽然很多房企没有明令说要进行财源,但世界物构架调整,却有意无意,让一些人开始离开。 不久前,华夏幸福宣布解散天津公司,作为第一个大公司宣布解散重点区域公司,无疑是一个信号,并被认为是地产开始优化人员的第一步。 不过,华夏幸福把布回应称,公司没有明确的财源计划,公司根据内外部,环境的变化,对公司战略进行了重新审视和梳理,对组织和布局做了局部的调整和优化。 不只是华夏幸福,立地同样进行了业务调整,要求对一些区域进行人员优化,进一步实现组织发展。 另有消息显示,一位行业标杆公司董事长,在9月初的会议上宣布,各部门支出暂停,重新调整下半年预算,并计划缩紧预算规模。 从哪地规模看,开发商都开始越来越注意谨慎性,中原地产近日发布数据显示,今年以来,土地市场流标流派数量明显分多,其中,前8月,一线城市丁银信用地流标流派13宗,去年同期只有4宗,二线城市土地流标流派238宗,去年同期只有106宗。 相比之下,流标流派的土地综数涨幅均超100%,从哪地价格看,开发商也开始更加谨慎出价。 8月27日,杭州主城区的旺江地块,四宝七宝单元和城北万达板块,分别推出三宗宝地,其中旺江地块,四宝七宝单元宅地,为旺江新城和江湾新城规划后首宗宅地, 万达板块则是板块内五年来首宗宠宅地,最后,三宗地块分别由冰江,中辰城建和绿都拿下,最高溢价率为让打板块的3%,而前江新城2.0首宗宅地溢价率为0。 8月30日,福州出让四宗地块,宗地总体量达255.35亩,最终,四宗地块均在一轮举牌后成功出让。 8月28日,广州从跨温泉这温泉存火界两宗地块进行网上竞拍,在最终一流拍告中,更早之前的8月13日,广州市出让了五宗住宅用地,总出让面积达19.38万平方米。 其中,一宗地块一地价成交,两宗地块一价之内超过1%,剩余两宗地块一价也仅为10%左右,我们拿地越来越谨慎,我们拿地项目要求人类不收益率超过50%,净利润率超过15%,容创董事会秘书高兮告诉记者,欧宗宏介绍,容信要求拿地项目的超过30%,净利润率超过10%, 和以前不一样,很多开发商为了规模,拿地要求非常低,如今的业务收索,将更多的开发商对自己的业务进行安全防范。 中小房企承压这一轮调控中,对于较大房企,面临的是需要加速周转和亏本外一些项目,而对于很多小型房企,可,能就难逃厄运。 近日有报道称,富华控股旗下富华、文旅的多个文旅项目目前已成功,观望显示,富华控股的业务范围还给地产、金融、投资、文化、旅游、健康、酒店等领域。 截至2017年,总资产规模于千亿元,北京富华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,下车富华文旅,是富华控股的全资质公司。 不过,这些项目目前处于难产状态,今年5月,乌州国际发布公告,公司股价及成交量发生异动,决定停牌,其股份自25日上午11时25分,请暂停于联交所买卖, 以待刊发有关不寻常变动原因和公司任何内幕消息的公告,受此影响,还有五州国际,一比于2018年,到期的本金额分立美元13.75%的优先票据,该笔票据一于同一时间暂停买卖,而中红股份因为涉嫌多起债务问题,目前股价已经跌到一元以下,曾经这家企业发力文旅地产,如今市值所剩无几。 不难发现,由于整个行业困境,中小房企面临更大的压力,要么倒闭,要么被并购,而房企资金链紧张的格局仍将持续。 据恒大研究券数据,未来四年是对付高峰,2018年下半年到2021年是集中对付期,规模分别为2.9万亿,6亿万亿,5.9万亿和3.4万亿,2022年级以后总计仅0.9万亿。 其中,规模最大的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,贷款,在未来四年级中到七,公司在2015,2016年集中发行,也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密集到七。 从集质了解情况看,很多房企都意识到现金流的重要性,即便是亏文,也开始将自己的货值出手,我们是个项目里面亏两个,但是卖了再说,我们也不留了。 一位房企董事长曾表示,从我们观察看,目前房地产行业平均计划周期应该在四年左右,是历史上偏高的水平,而不是偏低的水平,所以一定要重视,国台中安地产首席分析实现号与说,更多度假财经热点心们,请下代第一财经客户端,第一财经客户端,专业创造价值。